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谢谢委员 那我认为说在执政团队绝对是要帮团队加分 如果是失分的话当然自己要主动 而且要立即的赶快 对完全的这个委员的这个建议 我们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 那所以我才会说 在之前是因为会道歉 就是因为让消费者可能都跑了一两次 可是主委你的道歉可能对一般的消费者没有用啊 他还是要去抢鸡蛋 好因为我们长话短说 你有没有口同起辞过 没有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但是 那在极其之内会不会有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而且如果让事情更影响更严重 或者是没有解决问题 那当然 你要担起责任 当然要担起责任 本来政务官就是要把事情做好 如果没有做好 但是你到目前还没有口头请辞过 没有 好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句话 所谓的知所进退 你同意吧 当然啊 当然 这个本来政务官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好 所以因为你的缺蛋已经不是一时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是很长期 我会在讲说缺蛋啊 它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看下一张 事实上在去年因为缺蛋的关系 我们农委会也启动了一个进口的机制 那但是到了11月 好 到了11月突然没有进口 其实也有解释过 因为我们的进口主要都来自于日本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么11月日本停止进口之后 请问一下 主委农委会你们做了些什么 有没有去考虑到 哇 日本不能进口了 我们要不要开拓我们其他进口的来源 或者超前部署 有没有做 委员讲的非常正确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也有考虑美国 可是美国更严重 所以美国跟日本同时因为情流感 所以日本没有 美国没有 那到了最近赶快再去找到澳洲 对不对 这不是最近 这个本来就有一直跟澳洲接洽 而且我们还是跟日本在那一边 同时在争取器材来 另外呢 我请教主委 我们有没有曾经考虑到其他东南亚国家进口来源 在去年 在去年没有 目前要考虑的话 有几个前提 第一个 他一定要符合WHO的相关的检疫规划 当然 第二个 那进来的程序 也要跟农委会 卫护部的相关的程序 要依照规定 这两个前提 都克服了 解决了 他才有办法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 是要增加我们进口的来源吗 我当然知道我们国内的弹农 并不希望我们开放进口 或过分开放进口 这只是短期的调节 对 但是 当消费者严重缺弹的时候 当然要做 主委 我今天也好在这里 我特别提到 我可不可以 时间暂停一下 我请一下我们经济部长 王美花王部长 请王部长 我为什么要请王部长上来 请问一下部长 我们的经贸人员 在国外有很多 在代表处有代表人员 是否曾经有协助 也就是街道农委会 拜托 可以帮我们来找一下 有关于鸡蛋 或者其他的农产品的进口来源 有没有 这个我们都会听农 有没有吗 就有或没有 我的了解是没有 没有 好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其实 全球在抢粮食 去年 其实在新加坡 他们海南激发 没有来源了 对不对 也是因为 那时候马来西亚 不卖给他嘛 所以他们就尽量的 去找来源 同样的鸡蛋 比如说以新加坡来说 他们鸡蛋进口量 比我们多很多 可是他的进口的 国家来源非常多 包含东南亚 为什么呢 东南亚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都从澳洲 这样子空运来台 开玩笑 一颗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 农委会一直没有做到的事 就是超前部署 我所以为什么讲说 11份 11月停止进口 然后就一直 我先无息呀 像有些国家 东南亚 像越南 为什么不考虑 因为他们有打疫苗 所以打疫苗 你先不要跟我讲 人家新加坡 我要讲 如果新加坡进口的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 请我们的驻外人员 好 我们经济部 国贸局驻外人员 来做协助 可不可以 刚才部长也跟我讲 王部长说 没有啊 我们有经济到国内的产业 因为毕竟还是要有 专业防疫禽流感 而不是 新加坡 没有农业啊 所以它 抓进口什么都没关系 可是我们有打疫苗的 你就是没有做到 你去年就已经在缺蛋 然后11月结束之后 你没有超前部署 你不要说超前部署 你不要想到说 啊日本的经济 断掉了 然后你现在该怎么办 明天就下来 好所以啦 对不起啊 因为我时间到了 我时间到 我还是要跟主委讲 你太多的事情 没有做好 所以我回到我第一个问题 我真的觉得 你给现在的新的内阁 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如果我是你 我会尽力的做好 所有的两次安全 我立刻去请辞啦 你到现在会不口头请辞 你现在是要让部长 请你走路吗 这样是不对的 好不好 不要光是讲说 你要真正责任你负 责任来你就扛 怎么扛 下台走人 好不好 我们会全力的照顾好农民 跟比较给教会 你个人的去留啊 对不对 做不好大家下台啊 请陈婉慧 陈婉慧 陈婉慧不在 请江启臣委员发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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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言